我觉得这个分人吧 一般男生可能喜欢被动的女生 因为男生就是掌握主动权 就是他大男子主义要多一些 可能喜欢被动的女生 你觉得男生更喜欢主动的女生 还是被动的女生 我觉得一般男生还是更喜欢被动的女生多一点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虽然说是开放了 但是就是中国传统嘛 男生还是更喜欢含蓄一点的 更优雅一点的女生 就是不是很主动的女生更多一些 我觉得更喜欢主动一点的女生吧 因为有可能你喜欢她 但是她不知道呀 你要主动告诉她 说不定你们就可以很顺利的在一起了 我是觉得如果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话 她会先上去跟她说话 但是一个女生如果特别的 就是明显的摆出一种 如果很高傲的姿态 时间久了 这个男生应该也不会喜欢她了 主动吧 主动的话就机会比较多吧 不主动的话可能就没什么机会 我觉得男生应该喜欢主动的女生吧 因为我觉得男生她的性格 其实普遍都比较内向一点 如果说一个女孩子要主动去找她 然后主动聊天 男孩子会感觉这个女孩子比较好相处一点 最后来她必须的感觉 最后来是 Boston 第三个女人 都比较好处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